我们怎样做才是真正的进孝道 真正的孝敬我们家中的父母 特别是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 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所以请师父您开始 感恩师父 我们对于养育我们 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父母 我们要存孝顺之心 这是很基本 这是需要的 所以基本的为人处事 基本的人间的孝道 我们要做 不要伤害父母 不要做那些违法乱纪 让父母伤心的事情 问题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你本身 你不是要去做坏事 而是你有另外你的打算 你的理想 你的想法 想要去追逐 想要去实践 父母亲体会不到位 他们持反对意见 那这样怎么办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理想 我们去追逐我们的理想 那父母亲他们可能就不高兴 这样会不会算不孝 会不会算不孝 是这样 我就讲我个人的例子 让大家参考 在我成长的这样的过程 因为我父亲是在我二十三岁 二十四岁左右 我父亲就死掉了 父亲就死掉 我妈妈 我父亲在六十岁的时候死掉 那时候我好像二十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左右 那我妈妈她活到九十一岁 我妈妈活到九十一岁 因为两个人脾气个性不一样 我父亲的个性 她是很权威的 然后讲话都是命令式的 权威式的 对子女都是很严酷的 我妈妈她就是很慈悲的 很慈祥的 所以个性脾气越好的人 会越长寿 真的会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我对于父母亲 对他们都很尊敬 但因为我跟父亲的姻缘的关系 我父亲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等到我渐渐长大 他就往生了 他就往生了 再来就是我妈妈 那我怎么样对待我妈妈 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过程 我妈妈她是用爱的教育 用爱的教育在养育我们 真的 真的 我妈妈虽然她不认识字 认识少部分 认识少部分 但是她的心灵品质却是蛮好的 蛮高的 她的理解力 记忆力也都蛮好的 她都用爱的教育在养育我们 在启发我们 所以对于妈妈 我们就是怀着很感恩的心 在我的心中也是一样 很重视孝顺 很重视孝顺 但是因为我一路一直的求学 求学的过程 所以我妈妈大部分都是哥哥 两位哥哥他们在承担 就是侍奉我妈妈的事情 当我到三十岁之后 我是从七岁一直的 从六七岁进入学校读书之后 然后一路的整个过程 都一直在求学求学过程 到三十岁才告一段落 在这个之前 妈妈都是由哥哥他们在养育 在养育 在侍奉 等我三十岁成为医生之后 我那时候三十岁才成为合格的医生 那之后才有能力来养育妈妈 但是之前我一样 对妈妈都是很体贴的 不会忤逆他 不会让他生气 但在整个我从小到大 整个求学的过程 妈妈她只知道说 这个小孩子很乖巧 然后很懂得体贴 也很就是会上进 都自动自发地在求学 但是我内心在追求的 我内心在想要探讨的 我要了解宇宙真理 了解生命实相 这方面呢 我妈妈她们不懂 不了解 所以我没办法跟她们讨论 这个攸关于生成生命里面 我再找寻的这个区块 但世间方面我会孝顺她 不让妈妈生气 我都会顺着她 然后孝顺她 那等我有能力一样 我就是多回馈 让妈妈也买房子 然后让妈妈跟我一起 可以一起住 她可以自由选择到哪里 她喜欢到哪里住 她可以自由选择 所以我把基本的人间的这个善法 我做到 让妈妈她有房子可以住 吃的 穿的 能够不忧愁 再来呢 当母亲的 她会希望 这个儿子要赶快结婚 赶快结婚 那赶快生小孩 那认为说 我是已经是当个医生 那应该可以赚更多的钱 然后可以有 就是生活各方面都可以更好 她有他们的心中的一种理想 但是这方面 我就不会随着他们的价值观去做 我把基本的人间善法 笑到 基本的 比如说做到六七十分 我没办法做到一百分 因为她有很多对我的期待 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去做 因为 父母亲心中总是他们希望 希望小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有我要走的路 我有我要走的方向 所以把基本做好 然后再来呢 我是不断的去追寻 追求我人生所要走的方向 所以后来我再把医生的工作都辞掉 然后又去读研究所 躲起来 去深造研究所 到研究所里面去深造两年 妈妈她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是我一段期间一样都会跟她联系 也都会 基本的生活方面 因为那时候哥哥他们还可以承担 所以基本方面 我还是一样都会孝顺妈妈 等到后面 包括妈妈也希望你结婚 后来那时候我是有结婚 但是结婚我是考量不生小孩 不生小孩 为什么不生小孩 我有我的考虑 我有我的考量 当妈妈的 她总是希望你要生小孩 应该怎么样 如果你没生小孩 那以后你老了怎么办 我就跟我妈妈讲 因为在我们的家族里面 我前面总共有四个哥哥 四个哥哥 他们都各生两个男孩 所以我四个哥哥 他们很奇怪 总共生九个小孩 八个男的 一个女的 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们传宗接代方面 反正哥哥他们都可以 这个都已经做了 对我 我就跟他讲 可有可无 你对上面你就不用牵挂了 你只要好好过得快乐 这样就好了 对我 让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一样轻松地跟他们沟通 跟他沟通 但很多方面 我没办法讲太明 我也没有给他很明显的 就是说我不生小孩 我不这样 不这样明显地跟他讲 他会期待 希望能够生小孩 但是我心中的规划 是不生小孩 所以一样 当他希望我们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用柔软的方式 也不是说欺骗 不用说欺骗 反正就跟他讲 好了 在规划中 还在规划中 然后慢慢地 后来他也就渐渐地淡忘了 你只要对他 不让他伤心 这基本的生活方面 我们能够照顾他 如果说他父母亲他们本身自己有生活的谋生的能力 他们本身自己的生活可以自除 那这样你也不用去牵挂 不用去牵挂那些 但一般父母亲往往都会希望小孩子照他们的意思去做 有些方面我会顺着父母亲的意思 但是有些方面因为我所要做的 我所要走的他们不了解 他们不了解 所以我就只能够默默地去做 朝着我的理想目标去做 但是我不跟他们正面的冲突 不要让他们生气 所以这个就是用柔 用柔来化解 但我也不会按照他们的期望这样去做 因为我如果按照他们的期望去做的话 我没办法实现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并不是说我去做坏事伤害别人 我的理想 比如说心怀天下苍生 我希望为人类 为全人类来 能够对全人类有做更多的贡献 但是我又对全人类有更多的贡献 我必须要不断地自我充实 而且我生命中深层心灵里面所不了解的 那种不知道不了解的不安心的那一部分 我一定要设法去突破 这方面父母亲没办法 没办法给我们答案 学校里面也没办法给我答案 所以就只能够靠自己不断地去学习 这方面会走得比较孤单 家庭里面的人不了解 但我很清楚知道我在 我在做什么 我怎么走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这方面没有顺着妈妈的意识 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 而且我还跟我妈妈讲 以后你会逐渐知道 你这个儿子在做什么 他一定不会去做坏事 他一定以后会让你们引以为荣 所以不顺从他们意识的那一部分 并不是说我像坏小孩 然后任性 然后去做坏事 并不是这样 如果我完全照着他们的意识去做 我就没办法实现我的理想 这样知道吗 所以同样这个就是世俗方面 基本的我们也坚固 但是我们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要保 因为有时候父母亲他们体会不到 我们的理想 你要敢于去做你生命的主人 而这个生命主人不是任性 不是去做坏事 那个是伤害自己的生命 我们要做生命主人 就是你有崇高的理想 你有眼光 有远见 你知道我这样做 以后会让父母亲引以为荣